低脚 这是个好机会 看一下田宇三分打进了 灵杯最近的状态是真好 加速 往里走 好球啊 全是启动脚走步 没转一球 选择发尽线位置法一篮 篮下的四传队保护下篮板 二加一打成 高登 太厉害了 内线也在要位 宇寒一 自己来 同样两分打进 还有加把 要断球了 快速上球 到篮下扣一个吧 选择要一个上篮 稳妥一些 加上詹姆斯 加速 突破速度没那么快 但是最后一下靠住了 两分的还是能够轻松打进的 拿球就摔 两队这段时间 打的都很坚决 但是效率都很一般 这球呢 反击终于打进了 两分的分扎 这个四传只要突到内线 有犯规就要上罚就行 外线的机会 大空位 这球天津是怎么放的 加速 进来抛 等于两次抛头都没有 高东的反击 选择自己来了 先靠人 再次上篮 这个位置都不太好 对得上 加速 篮下 持身高 好球 对于持身压力给的很足 底线空切了 上线想一打一 把位置给拉开 转身进来 抛头 好球啊 现在用配哈姆雷特田羽石的帅 加上大卫詹姆斯 等于呢 现在双外呢 用的是这个哈姆雷特加詹姆斯 现在的一分的分差 外线 这边 感觉回来之后 四川队的防守强度一般 高藤想一打一 把挡拆 找人 低脚 刚进过一个 这个位置在世 但是没有 好 篮下 进攻篮板 奥贝克巴强起 两分再进 难度细数啊 高 将其反击 高藤加速 一打一 左手 好球啊 高藤这个冲击能力 实在是太强了 永培跟这个奥贝克巴 俩人比弹跳啊 还有前掌篮板 外线再试一个 有了 多杰斯特 拿住球 篮下下顺 吾 掉还是赤身高啊 然后呢 运球那几下啊 确实跟哈登有些神似 吾 定板 现在王一方 李荣培 周英梦 石德帅 加上詹姆斯 而在这个四川这边呢 还是用高登 高登今天是老时间太长了 中距离 以葫芦画瓢 但是没投进 包括补篮的也没补进 连续的上抢 这球没必要啊 拿球 外线三分 来了 高登一打一 胜王李草 大白转移 下顺要求了 没给 王一方 外线要三分 手起刀路 打得很简单 应该他去发挥价值的时间 加速进来 再给到跟进的下顺 两分再接之后呢 还是将分差维持在十分 打后铁 吾 石德帅 这个篮板收得很关键 加速进来 又是罗切斯特 在整个比赛当中呢 其实展现出的韧性 还是不错的 第一节呢 两队各打半截好球 从大比分的落后 到能够追上比分